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希希来咯 我感觉现在真的是一个直播时代 随便打开一个软件 不管是购物的 学习的 工作的 上面都会有人在直播 那你有做过直播吗 会不会觉得有点困难呢 那我们树丸工厂也是有在做直播的 在我看来真的是超级难 每一个环节都很难 那很多朋友在直播的第一个环节 设备选择和组件上就遇到了问题 专业的直播间 比如像交个朋友东方甄选那样的账号 他们可能是用专业摄像机搭配采集卡 通过电脑端发起的直播 配置有点复杂 操作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整个搭建下来确实是麻烦的 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 还有一些个人的主播可能是用手机直播 但是手机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屏幕小和观众互动不便 前置摄像头画质差帧率低 长时间直播手机发热卡顿续航不够等等问题 如果你是做店铺直播的 手机上就很难完成多录切换 比如没法进行店铺全景 商品细节的画面快速切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完工厂才一个标准直播间 前前后后就买过这么多摄像头 还有各种各样的麦克风 既折腾又费钱 这次试过这种一体式的直播机 真的有点开眼界了 要是早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应该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这期我们就要分享一个 让直播变得更容易更专业的设备 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 左边是我们的浩利的直播一体机拍摄的 右边的画面是我们影棚的微单录制的 怎么样 这台直播机的画质还不错吧 可能会有小伙伴要问了 诶 这个直播机感觉就是一块放大版的手机屏幕嘛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部件 这台浩利直播机的主体部分主要是由一支补光灯 两个4K摄像头 一台27英寸4K分辨率安卓系统主机和伸缩支架构成 主机侧背部一共有7个接口 支架底部还有5个接口 最多可以外接三个摄像头 支持鼠标和键盘外接 支持三路摄像机接入 最多支持10个画面切换 怎么样 够不够用 这个配置不比那种用采集卡加导播台做的专业直播系统差吧 直播的时候主播会有27英寸的大屏 可以时时看到自己的播出画面 方便和观众互动留言 还可以接入复评 方便中控人员对直播内容进行实时把控 当然官方也是有准备复评的 参数我放在这儿了 15.6英寸2米长的线 怎么说 这个厂商肯定是做过直播的 如果要节约成本 外接普通的电脑显示器也可以的 那这台直播机每个配套的组件都很有针对性 这支低功耗高色温的环形补光灯 打在脸上就很柔和 产品展示的时候显色效果也比较好 基本上就不用操心主体部分打光的问题了 4K分辨的摄像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这比一般摄像头和手机好太多了吧 遥控操作也可以 要全景就放全景 要特写就给特写 那再看看它的主机 UI界面很简洁 硬件配置是高性能处理器芯片RK3588 27英寸4K高分辨率ELED屏 触摸控制是10点触控 搭配Android 12.0系统 兼容抖音快手淘宝京东 视频号等等直播平台软件 多装几个软件 多开几路画面操作起来都是很流畅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直播助手 在里面可以切换直播画面 像这样最多是切换10个画面 配合上画中画的三画合一 直接切掉飞起 再准备一块绿幕抠抠图 加点贴纸 就可以直接拍科幻片了 它这个直播助手功能挺全的 面板中间还可以放提词器 后台编辑自动播放 假装看弹幕 实则看台词 老板再也不用担心我出岔子了 就问谁能识破 超级专业的好吧 系统里面自带的音效和音乐 也可以自己导入 根据自己的直播类型和风格 把它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那在直播的时候 除了画面的问题 很多人遇到的麻烦就是录音了 我之前在直播间看到 有人直播是这样的 把耳机麦克风绕到下巴这里 就感觉有点奇怪 那有些做电波的主播 没有用麦克风 靠手机和电脑的麦克风收音 人站的远一点就要靠吼着直播 就很辛苦 而且环境达音都收进去了 给人的感觉很差 这台浩利直播机有机身麦克风 也可以配合耗利的HMLSE专业版 无线麦克风再做直播 这个麦克风就很专业了 我们工作室影棚录像采访 用的跟这种也差不多 给大家试一下 现在比如说我用一个手机来收音 是这个声音效果 有杂音 然后有房间的混响声对吧 现在我用这个耗利的HMLSE专业版 无线麦克风来录音 怎么样 清清很多吧 用上无线麦克风 主播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走来走去 不用担心观众会听不见 我们数完工厂也有做过一些直播 哪怕是在我们有专业的老师 专业的团队 在设备上也踩了不少坑 对于个人想要开播的 买一台这样的直播机 电脑都可以不要了 设备上什么问题都不用操心 像大型的直播机DMCN 用这样的直播机 也省去很多配置和维护上的问题 甚至直播间的中控 这样的操作人都可以省掉一两个 就很省成本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会对在做直播或者想做直播的朋友们有点帮助 我们是全知资媒体博主 如果可以的话 请给西西的视频多多点赞评论 也欢迎关注我们数完工厂的账号 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开直播 大家可以过来聊聊天哦 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